说身边案例 您法例 请理 接下来我们进入律师调查环节 教授刘老师 我先问点非法律问题 好吗 在你儿子还很小 我十几岁时候您离得婚是吗 嗯 对 您认为您跟他父亲离婚 对儿子有影响吗 有点 儿子你告诉我 你父母当年离婚的时候 给你离婚的阴影是什么 就是没有父爱了那种 对妈妈呢 这我也说不上来 我表达不过来那种心理 表达不过来挺复杂的 对 儿子结婚的时候您高兴吗 嗯 高兴 他们结婚除了房子 是拆迁所得以外 您为他们结婚又给搭进多少钱 不到四万块钱 不到四万块钱 挑肥并不大 好 刚才我听到您说了一个 他们俩很少到你这儿来 对对 你们在一起没有一块吃过饭吗 几乎是没有 他们结婚以后跟您没有一块吃过饭 吃过就什么时候吃了 年了节了吃 他做饭 他不做饭 我们就从来 他吃他都吃了 你们住得远吗 不远 不远 就是 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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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楼里边的门对门 对对 一个楼里边的门对门 对 他们吃他们的 你吃你的 对对 他们做他们的 你做你的 对 您觉得这正常吗 我正好看到那个问到吃饭的事 我看这个先生的表情有点不一样 你是觉得妈妈说你们从来没吃 没一块吃过饭这事是对还是不对 说没在一块堆吃过饭 那是说一顿饭没有 那是夸张了 对对对 有过一两顿 对 不是 这么说吧 一年有过几顿平均起来 我说吧 您说 平均就是三次 每年平均三次 对对对 儿子 这还有一点呢 这认同吗 我不认同 不认同 会不会说 他们今天偶尔做点好吃的吗 给您端一碗 有没有 有是有 不是端饭了 叫我过去吃去 叫你过去吃去 到底你们在一起 吃过饭没吃过饭 吃过 您又说没有 还是看着就说 我要为什么要问这个细节 我要问了解一下 您跟儿子儿媳相处的怎么样 我问这问题 没有问到 您不舒服吧 没有 好 儿子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妈妈说 每一次你出现借款 都是你媳妇 跑去告诉妈妈 妈 她又借钱了 又欠钱了 你媳妇就走了 方过头来 你就来找妈来 你得给我还钱 妈妈说的这个情节 相符吗 说每次这个 都是 我逾妻了 说是人家给我爱人打了电话 她知道 你就告诉我 刚才你妈妈说 那情节相符不相符 你媳妇去通风报警 然后随后你去要钱 不是 您再说一遍 您怎么知道 儿子外边欠钱的 是儿媳妇告诉您的吗 对 儿媳妇干什么去 上了屋去的 每次都是您儿媳妇告诉您 对 每次都是她俩人去的 还不是她一人去的 还不是她一人 她俩人去的 对 儿媳妇说了 刚才欠钱了 儿媳妇后边什么举动 就走了 那待会儿就走了 通报完就走了 对 剩下的事就是她要钱了 对对 她就说 那您得帮我还 好 对